- 向國旗及國父遺向行三鞠躬禮,一鞠躬再鞠躬 宣讀誓詞引發討論風波,後來監視人認定他沒有在誓詞上簽名,宣誓無效,沒有完成就職程序,這次再度宣誓,他依然堅持使用族語,不過這次有通議人員逐句翻譯,尹愛達利也在議會準備的宣誓書上簽名,最後是完成了就職儀式 宣讀誓詞,請通議人員翻譯 宣誓已致誠 目前法律明定,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,因此沒有不能用族語宣誓的規定,尹愛達利希望藉由他的例子,讓族語在 每個場合宣揚 尹愛達利也強調,這是台灣首次有地方議會和法院願意認證,足以宣誓,可以說是台灣自治史上的創舉,未來他也會繼續為原住民族議題發聲,爭取應有的權利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 好 好 好